嗨 大家好 我是吳瑋 這是三寶 長到了 今天跟大家閒聊一個我覺得算蠻重要的話題 有話要說是嗎 好啦 給你玩給你玩 他不要吃 我們在學魔術方塊速解的過程中 很常聽到我們講CFOP 聽到外國人講CFOP 我聽不懂他什麼意思 因為他把CFOP直接拼起來 很多人都知道CFOP 但是你有沒有因為覺得很難 然後不敢去選 在學CFOP的過程中 有一個步驟是我覺得最重要 然後也最博大精深 學問最多的一個步驟 就是F2L前面兩層 接下來我會用一個簡單的實例告訴你 為什麼你要學F2L 接下來我用實際的例子來說明 純粹LBL F2L 他們兩者在復原步數上面的差異 已經把兩個方塊造同一道SCE打亂了 接著用同一個SCE來做 不退龍會不會怎麼做 我在拿另一道SCE來試 兩顆都一樣打亂了 好 從剛剛的實例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你有用F2L跟你原本的LBL的做法 光是前面兩層的步驟 就可以插到這麼多步對不對 那接下來的O跟P其實 因為大家都是用公式去做 所以步數上面就不會差太多 當然可能會有些有真有簡 能夠影響到你整體的 復原時間的步驟 也就是F2L 看到這邊你還要逃避嗎 接下來我會花一點時間 來開闢一個小的單元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自己比較習慣 比較常用的幾個F2L做法 各位放心啦 不會太難 好 欸怎麼了 好啦好啦